- 新英雄 歐瑞莎 哈囉大家好我是羽毛 今天新英雄歐瑞莎即將始出啦 應該說明天凌晨的時候 在明天的時候你可以在快速遊樂場 AI對戰中玩到歐瑞莎 但在競技模式中歐瑞莎是無法使用的 暴雪為了先讓大家熟悉歐瑞莎這隻角色 而先把歐瑞莎給禁掉 一個禮拜後才能在競技模式中玩到歐瑞莎 為了防止有Pro歐瑞莎的出現 我身邊歐瑞莎的交給我 我會把對面殺爆 講完了歐瑞莎釋出的消息 接下來講一下鬥陣之後可能會有的功能 首先是精彩重播的保存功能 現在官方正在試作在鬥陣遊戲中 內建精彩重播的錄影功能 而且官方也說會在夏天結束的時候 釋出這個功能 我個人也希望鬥陣能有把每場玩家玩過的遊戲 保存下來的功能 並且可以重播且看每個人的視角 這樣除了可以學到很多其他人的技巧外 也能抓外掛之類的 官方除了提到錄影功能外 也有提到可以編輯地圖的功能 不過官方是表示近期內是不會推出的 可能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有 以上就是未來可能會有的東西 PTR的更新也會跟著新英雄更新 還不知道的觀眾可以點一下右上方去看看喔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按喜歡 並且分享出去給更多朋友 想去收看還可以點一下我睡覺 稍微記得大會按訂閱 好除了我直播不要忘了點鈴鐺按鈕 我是羽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